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拍的这台上汽大众的图棍Airport 这台这个智能化非常直接说 可以说是相当的聪明 等等等等 刚刚你说这台这很厉害 对啊 很聪明 BBA都应付不了是不是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今天就找来了三台BBA的代表 中大型SUV GLE 宝马X5 以及奥迪QG 那看看是不是如你所说 所以大哥你这是要干嘛呢 过来踩场什么 先别说话 我知道你羡慕我 但是哥就有这个屎的力 不要羡慕 那其实呢我想看一下 用你的特长能不能打败我 我的特长 什么都能比对不对 对 行啊 那现在都流行什么 智能化 我们今天四台车 PK一下这个智能化表现怎么样 没问题啊 有没有信心 当然有了 行啊 那就先上我这台图棍Airport 感受一下怎么样 走 来 那响应先来看一下 这台图棍Airport的硬件配置啊 摆在眼前的就是15英寸的 2K分辨率的悬浮式屏幕 它还用了高中箱的8155芯片 所以操作起来是非常流畅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卡顿的现象 那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很多娱乐化的APP 并且在英文商店里面都可以进行下载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前面的这个附加屏啊 这个屏幕尺寸达到11点6英寸 而且这还是大众旗下首款搭载附加娱乐屏的燃油车 你能在里面看视频 看导航都没有问题 听音乐 那如果你附加是一个小姐姐的话 它也能通过这个屏幕很快找到附近好吃的餐厅 是不是更加的智能化呢 然后再往这边来看啊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啊 还有一个叫做黑金流光制控旋扭的东西啊 它具体呢是旋扭一下 它就能控制这个音量 然后再点击一下它呢 你们发现它能控制驾驶模式 以及车内的氛围模式 都是通过旋转就能确定 所以在我们开车的时候 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那并且我们车内呢 都能进行这个6频的联动 那同时看一下我们这个图观 Airport的新内饰啊 前排座椅呢 升级了带10点式按摩的超先用运动座椅 同时车内呢 还带有30色的氛围灯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不是又智能又年轻化 嗯确实 不过呢 我是觉得中控屏我也有 氛围灯我也有 座椅按摩嘛 那么贵的车那也没有缺席是吧 只是这个附驾娱乐评呢 确实没有 但也不能说明你有这些东西 它就智能了对吧 那要不这样咯 反正我觉得我的台车是挺智能的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比拼一下好不好 嗯可以怎么比 那就用最常见的语音操作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用孔就能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那你有没有信心跟我比一下 小问题了比就比 行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固定几句提问的方式 来看一下大家的车机反应 跟你的速度 或者说它能不能做到 去来比拼一下 那就先来看一下奔驰的一个车机系统吧 你好奔驰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明天要不要带伞 明天出门不需要携带雨具 广州市海珠区明天多云 气温28至34摄氏度 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评分高的 我发现了以下吃的相关 你想前往哪里 第四个 我删除刚前路线 并导航到新目的地 您可以直接开始导航 或者选择路线编号后再开始导航 开始导航 开始导航 打开腾讯视频 这就尴尬了 好像这个不行 给多你一次机会 你好奔驰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打开腾讯视频 您能再说一次吗 好像还是不行 它明明有这种软件 它就是不能语音打开 对 那等我去看一下我那才出关要不 行 来体验一下我再来好不好 你好大众 听着呢 明天要不要带伞 不需要带伞 广州是33摄氏度 您 帮我找一下评分高的餐厅 我找到好几个结果 你想去哪个 下一页 好的 你先换到下一页 第六个 开始导航 打开爱奇艺 可以的 电影 末路狂花钱 播放第五分钟 哎呀可以啊你这个啊 这么牛的吗 连续对话也就算了 连视频都能播放 一几分钟 是不是很正的 不像电车的 可以 可以 那不请故事啊 你看我这个车机语音 还有这个三个语言 普通话 试装话 和粤语 那我不会试装话 就来搞个粤语嘛 试一下 你好大众 温度 调度 18度 没问题 渡航度 广州 我温度装好几个 在六个 雪渡航度 猛光 吃饭 可以啊 有了这个功能 那本地人就是可以无缝衔接咯 对 而且它的速度跟普通话 都是一样快的 嗯 这个功能还不错 你好宝马 来了 打开爱奇艺 好 打开爱奇艺 播放时光正好 你好宝马 我在 播放时光正好 好的 即将为你播放 愈可为的时光正好 明天要不要带伞 请再说一遍 明天要不要带伞 您可以使用语音命令 操控所有当前显示的内容 如果要返回前一步 请说修改 帮我看一下附近 评分最高的餐厅 正在查找目的地 请稍等 怎么样翔叶 我没说错吧 刚才在智能语音这一块 我再来图观 Elpo 就是比你们的BBA都要更好的 是是是是是 还有什么赶紧下一项 还有星星比对吗 那当然了 那要不这样 我们第二part来比一下智能自家表现 听说你这些BBA 看一下有没有做好功课 是不是都要选装了 你搞定了没有 废话哥是谁啊 有点实力了好不好 全都有 那怎么比呢 那我们这样吧 走同一条路线 大家都开启这个智能辅助架子 全程开 看一下谁的综合表现更好 那不就谁更出彩 可以 但问题是怎么来评判谁更好呢 这个也更简单了 离开我的图观 Elpo 我来体验你们的BBA怎么样 大家互换车开更公平 可以 那你想要选哪台 俗话说开宝马做奔斯 更好换今天蓝牵白鱼 那祝他啦 宝马X5 其实很简单 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内环道路怎么样 内环 一般人都去上高速秤 你来内环有点过分 那那要不去那个批发市场 内环吧就内环啊 不就是车多一点流量大一点吗 这有什么难的走 好 那就先试一下内环路啊 看一下这个豪华品牌 DT队里面的车 看一下他表现怎么样 要不你先来介绍一下 你这个配置吧 那前面呢 它是有一个三目摄像头的 周边还有四个摄像头 前后缸还有SWW的一个安全模块 就是你变道的时候 有一些安全提醒 OK 还有一个ACC毫米波雷达 你看是不是配置拉满了吧 哎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不是很多配置嘛 那行吧 要不先试一下再说嘛 好嘛 X5 这个开启的方式还挺简单 按一下左边就看见 你看中间还是有提示的 对 这一切为了方便驾驶 哎 等一下 我好像发现你没选这个PRO版的自驾包是吧 你这个眼神变道的功能都没有啊 还敢拿这个X5 用个图观要比 要选装了嘛 就算要选装 不选装也好 基础的设备就已经够了 不信你试一试 前面就是大曲率弯道 你看一下他的一个居中的一个状态 OK 看一下这个车啊 来 现在是他自己开的哦 哎 他 你看 他断开了 看到没有 他断开了 我再给你机会啊 继续开好不好 OK 所以刚刚这个大曲率的弯道就X5 蛮有点像是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自动退出了这个车道保持 那你看这种 路就比较宽 有线 他就没有问题 哎 你看他又退出了 他又退出车道保持 那现在是进入这个堵车的路况 看一下这个跟车舒不舒服吧 就是他自己刹车吧 嗯 他的刹停的话也行 我觉得还可以 不过像是这种你看那个 旁边车道那个车那个屁股都出来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药型跟减速 啊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危险 那你看前面这台车进来的情况下 嗯 看能不能做到四环 哎呦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哎哎哎哎哎 刹停了刹停了 这是你下动 没有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接管啊 你看这里还是进行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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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了 哎哎哎哎 不行不行 我还是自己刹吧 因为我看到这个车道保持这个线已经没了 所以这个 还是不过好啊 好 那我期待一下你的Turbo Air Pro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没问题 奥迪Q7是BBA里面唯一一个没有打灯自动变道的功能 所以在日常变道的时候呢 都需要自己啊去接管车辆 以及查看车辆周边的状况 GLE嘛 倒是有打灯变道了 但是呢 不容易被激活呀 你看后车还离着这么远呢 系统呢 都不给变道 怎么样 试完我的BBA之后 它的辅助驾驶功能都还可以吧 你还没试过我这台图观Airport 怎么就觉得自己那个可以呢 那也是哦 那我们接着内环测试 早起 可以啊 顺便呢 你也说一下你的这台车辅助驾驶的硬件有多少吧 啊 这个就厉害了 这台车呢 那是采用了这个大众跟大疆深度合作的高阶智能制压系统 全车一个有20个传感器啊 其中有4个是全新升级的 那不过我觉得说这些意义不大 那是要你来实际体验一下 就知道它有多强 同样是道路很狭窄的这些画线的部位 但是它开起来 不管是在弯道里面 还是说大渠的一个渣道 它的居中保持 我觉得保持的比我第三台这要强很多 对 它不会画龙 对 而且它也不会偏左偏右 那说 说到这个偏左偏右 我还发现它在路过一些大车的时候 或者下游车 大巴 它会自动靠边 就是贴边一点点走 避让开它 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用 对 安全 刚刚在开你的逼憋的时候 那其实并没有这个功能 那我这台突然就配备了这个 自动避让的功能 那包括你说这个大车 或者说有一些 下巴甚至说一些 反正旁边车道有车凸出来了 站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自动去避让一下 那整体呢 除了保证这个我们路线的平稳 前进之外 还保证我们安全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方面 确实做的挺不错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大家跟大众合作这套系统 根据我们国内的 实际的路况来开发的 毕竟我们这个 路况还是挺复杂的 那前面现在跟着一个很慢的公交车 你可以试一下我这个自动变道 试试一下 刚刚我们那三台车被你数落的不行了 看一下你的东西 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 你看 前车一过我们是马上就过了 对不对 这还是广州市区 那其实在刚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情况下 一般过了红绿灯 不是没有划线的一些道路吗 对 十字路口 但是他也能很好地找到他自己的一个位置 然后跟前面的车道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很准的走进去 那这一点真的是 让我觉得有点夸张很新能源 这种就叫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不用不用像那种 像迷头苍蝇一样找不到路 那我这台车就非常明确 他知道他要怎么走 所以你说的没有划线也没有问题 只要前车他走的路没错 我们也会一直的跟着他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小而呵 有自行车突然刷出来吓我一跳 你看一下有自行车的话 其实我们整一个仪表盘都是能识别出来的 包括桌边的车辆 包括是一些城市经常看到的三轮车 他都能很少识别出来 这个就是得益于我们有个双目摄像头 所以对于大陆的各种的情况 都能很少识别出来 那你的BBA就基本上没有这种体验了 对不对 说实话换车这么开下来 真的是让我对这台车刷新了我对它的认知 居然一台油车可以做得这么智能 这个真的是有点过分了 没想到是吧 一般的话之前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 在油车里面来说只有豪华品牌才会有这些功能 对吧 但是现在它也有了 而且还比他们做得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整体这台车 无论是从这个使用感受上面 还有它的智能化体验上面 我觉得都是比你那些所谓百万级BBA 来得更加的好 那我们这个价钱就更不用说对不对 非常实惠的价格 比你更好的体验 所以这下你服不服吗 别说了 别说了 怎么样 支架也比了 车机也比了 接下来比什么 你知道晚上开车最危险是什么 最危险就是要遇到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 这时候你看我这双智慧的双眼 灯光硬件好 就能提升不少的安全性 那要不我们来比一下灯光 我知道你的BBA里面好像有一个灯场 怎么样 跟我比灯是吧 那你是真的不知道奥迪登场的威名是吧 激光加LED矩阵大灯 不仅射得远还贼亮 我半夜开车回村里 村民还以为是天亮了 奔驰几盒多光束大灯 一组大灯里面有84颗LED独立控制 你还记不记得新款SG刚发布的时候 全国媒体都在玩这个流星雨的盛况呢 那你怎么不提一下宝马呢 哎呀 那有天使眼大灯就够了嘛 帅就完事了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不是很厉害嘛 你听完我这个IQ-LINE 才去看一下你那个BBA好不好 IQ-LINE是什么东西 哎这里就不懂了 这款图光LINE也是首款搭载高分辨率 智慧投影大灯的车型 单侧大灯有25600投影像素 那不是跟我的奔驰光束大灯差不多 图光LINE搭载的是IQ-LINE 高分辨率智慧投影大灯 可以实现专属车道照明功能 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 将车道等框的光毯铺满本车道 如果隔壁车道 车辆变质本车道 光毯会缩至前车的后轮 当本车道将隔壁车道变质时 光毯也会铺满隔壁的车道 所以能提高夜间行车安全 同时这台车还有炫酷的欢迎 和欢送动态灯效 贼有仪式感 那你这样说来说去 我感觉还是跟我的GL-E的这种 光束大灯没什么太大区别 你要知道我们图光LINE的价格是多少 我对标的可是你们奔驰家的GLB 你家的奔驰GLB能有这个功能吗 怎样响应 今天试完我这台图光L-Po 能不能媲美你这些BBA 说实话 在智能化以及可玩性方面的确领先不少 很厉害 那如果打个分的话 给它打多少分 那也没有满分 怕你多一分骄傲是吧 那其实试完之后今天体验完 真的让我很意外的是什么 就是它车机智能化 就已经超越了很多油车了 甚至在智能驾驶 整个综合的一个智能交互来看的话 跟主流一些电车都没有问题 不相上想 那当然我是在图光L-Po 就是要打造发无聪明阳光车的标杆 而且它的很多配置 都是能给到消费者去体验 我觉得这台车的价格20多万 跟你这些七八十万的BBA去比 就别说价格了 体验上面也是优胜你的好不好 所以我这个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确实 那今天你输了的话 这个晚餐应该有下落了吧 晚饭都是小问题 但是你的车得借我开几点 那这个就更加小问题 我非常乐意来走吧